- 天昊彩虹 - 大家好 我是天昊老師 今天要跟大家講解的第36題 36-40題是個題組 所以我這邊就很快速的把題組而敘述念過去 他說地球表面有70%以上的面積被水覆蓋 天然水中除了雨水比較純淨以外 其他天然水均有熔岩或是其他雜質 水的淨化以及水的污染防止均為目前開發水資源重要課題 水對核能發電非常重要 可以吸收核分裂食所希望出來的能量 生成高溫的水層 推動核能發電器 核反應的基礎也需要 當然冷卻水潭將餘熱帶走 才不會沾到水恆星的溫度 持續相高釀成災變 這次核能發電廠大多經的海邊的緣故 身邊離不開水 動植物中水是最豐富的物質 細胞可藉由滲透作用得到或上次水分 例如植物細胞中 細胞壁與細胞之間的滲透性的差異 所以當細胞外的濃度高於細胞內部的時候 水分從液胞內部中流失 使植物的細胞出現 細胞壁與細胞模糊 互相破裂現象稱為直立現象如底下突漆 好 這邊我念完一大串之後 超累 好來 那這邊呢 敘述念完一大堆 看完了之後呢 其實對於你做36題 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因為這邊它主要在考的是 請問下列合者是滲透作用 好 那滲透作用究竟是什麼呢 這邊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吧 好 那滲透作用呢 它就在說水分子精油半透膜 從水多的地方到水少的地方 那究竟哪邊水多哪邊水少呢 我們說低張容易呢 它就是水多的地方 高張容易就是水少的地方 當我們今天濃度比較低的時候 這個張我們說是濃度的意思 當我們在這個低濃度的容易裡面 它的水分的量相對之下去會比較多 那高張容易 濃度高溶質多 那相對之下你的水就會比較少一點點喔 所以我們說呢 水是由濃度低的容易流向濃度高的容易喔 或者我們說 從水多的地方 游到水少的地方喔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這個喔 究竟什麼叫做滲透作用 好 在我們這個U型管 我們的左邊 我們放置一個高濃度容易的東西 接下來呢 在另外一邊 我們這邊放置低濃度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裡面 一粒一粒圓圓的就是我們的溶質的意思喔 好 那接下來呢 中間這一塊黃黃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常講的 半透膜 好 那接下來我們這樣放著完之後 究竟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有沒有發現 它右邊的水往左邊跑了 剛剛我是不是講說 水會由低濃度的地方往高濃度的地方移動 會有低張往高張容易的方向做移動喔 所以我們發現水都跑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的水位就上升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發現 奇怪它最後怎麼停了呢 好 那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在這個之後呢 我們發現啊 這兩邊水的高度呢 竟然不一樣喔 那這個不一樣的高度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果呢 我們原本啊 低張容易的水 要透過我們的半透膜往左邊移動 但是現在呢 我左邊呢 因為水比較高嘛 會有比較多的水壓 比較大的水壓 於是使我這邊的水 沒有辦法再往這邊跑 沒辦法被抵制住 抵制我水滲透過去的這個作用喔 於是這個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 滲透壓 這滲透壓主要用來 讓我們的水喔 沒有辦法再滲透過去喔 好 那如果我們常常會聽到 我們有講到這個 逆滲透 逆滲透 那什麼東西是逆滲透呢 大家可以看到 跟剛剛相反 我在這邊 如果施加一個很大的壓力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把水 跟剛剛相反的方式 原本滲透方向是這樣嘛 那我們現在就反過來 往右邊 那這時候就會叫做逆滲透喔 好 那這一題呢 那這一題呢 36題他說 下列續速何者正確呢 來 滲透作用是活細胞才會發生的現象嗎 沒有喔 剛剛那個應該不是活的吧 對不對 如果U型管跟水是活的 應該要跟我講一下 我看看他們怎麼樣活的 好 所以他這個我們只需要 第一個 只需要兩個不同濃度的溶液 再加上一個半透膜 基本上你就會看到滲透現象的發生喔 所以這個是錯的 好 接下來說低濃度的水 滲透到高濃度的溶液中 溶液通過半透膜的移動 稱為滲透 在溶液之中 我們滲透作用指的是水喔 不會有溶液 溶液是過不去的喔 好 那接下來 諸選項 我等一下再講 那一選項我先講 來 滲透作用需要消耗能量 該看到的滲透作用 其實不需要消耗能量 你就把它放著 它就會自然而然的就會發生了 除非你是像逆滲透 你需要逆的滲透作用 所以你才需要施加一個力在那裡 好 那諸選項要怎麼看呢 好大家可以知道我們的細胞呢 有我們細胞膜上面可能有很多個蛋白質 或者甚至是一些像是糖類 接在蛋白質上面形成一些糖蛋白 或是一些像我們的膽固醇之類的 好 那像這邊呢 就主要像在我講我們的通道蛋白 那通道蛋白可以通到很多東西啊 例如說像是一些糖類或有機分子 因為其實像我們這細胞膜 它其實就是我們滲透膜的概念喔 它能夠限制一些物質進出細胞 例如說像代電的離子 它就沒辦法傳過細胞膜 或者像是我們水溶性的一些像葡萄糖啦 或像是氨基酸其實穿不過細胞膜的 這時候我們可能就需要透過一些通道蛋白 讓它可以過去喔 好 那這題呢 初選項它問說啊 通過細胞膜的滲透作用 有時可藉著運輸蛋白提高效率 答案是對的喔 我們的運輸蛋白啊 不只可以運送 像我們這些比較大的分子以外 它也可以運送水喔 所以它能夠讓我們的滲透作用 能夠更快速的去平衡我們細胞內外的滲透壓喔 所以這題答案呢 我們就選擇了B跟豬 大家答對了嗎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看看下一個題喔 37題也是生物的部分 如果想要繼續看就點下去看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